大家早 在今天 东北季风的强度预估在中午以后开始要逐渐的增强了 第一个 沿海的阵风要变大了 第二个 北部地区的飘雨的状况仍然的比较明显 要提醒大家 今天晚归要注意了 东北风要增强了 北部要湿 南部要干 温度形态说在昨天的时候最凉的地方 彰化的田中14.8度 昨天的江雨状况只有在北部地区有 中南部都没有 今天一样 也是属于中南部跟东半部地区没有雨 不过云层亮到下午以后在花莲跟台东要逐渐的增多 昨天最高温的地方在高雄 还有台东的大午到达了26.1度 但要特别注意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有两股的下降幅度 一个就在六日开始逐渐的下降 到了下周一周二 低温部分在15 16度 但下周三的时候 北部的低温就在14到13度了 下周三晚上跟周四晚上是这股东北季风强度最强的 这个强度差不多也达到了一个冷气团的程度 所以今年第一股的冷气团就预估在下周三的晚上要接近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北方有云带 零星的云层通过 但是高压系统到达了韩国风向开始变为偏东北东风 冷空气的强度在今天的时候相对的在中午之前是比较弱 但到了下午以后 西北地区的冷高压开始下来 冷空气开始通过长江流域而开始往台湾的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沿海的风浪预估在中午左右就要开始逐渐的增大了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在于说随着温度形态来说 开始在下降之时长辈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这个周休假期出游去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北部的低温就会在礼拜六礼拜天约在16度 礼拜一礼拜二降到15度 礼拜三礼拜四就会降到14到13度 温度形态来说下降明显 而到了南部地区温度形态来说到了下周三的时候 晚上也大约在18到17度之间 所以整体来说下礼拜三到礼拜四是这股冷空气最强 下周五的时候冷空气冬移温度才会上升 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地面天气图了 北方的冷高压冷空气已经开始逐渐的通过了黄河道的长江流域 温度形态来说开始下 不过要注意这边这个低压 为什么要讲它 因为它不会影响我们 但它会拉些水气上来 使得我们周休假期的东半部地区有雨 西半部天晴 所以周休假期就会受到这个小低压拉的水气上来 而造成东部的江雨状况来说是一个湿而冷的天气 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了 歪岛地区夜晚温度是已经偏凉了 白天马祖有雨金门多云 澎湖多云时勤 台湾本岛部分往北走云层多 有短暂雨在台北东边 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有阳光 中南部地区天气晴了 小低音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天气冷穿着方面要保暖 中南部清晨的时候有雾哦 雾中行车要小心 小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广通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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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